弟兄姊妹大家好 那我們這邊會所趨勢在討論到第八點 第九點 那第八點是說必須帶領兒女學習認識主 那第九點那我這邊分享是說 家庭裡的空氣應該是暗的 那我這邊也很開心的就是說 能夠分享我跟我孩子的相處 那我的大女兒她在國中的時候 因為這個女兒她很懶 愛偷睡 就是很偷懶 那在國中那個階段就有很多壓力 讀書的壓力 所以說她每次都是賴床 三個鬧鐘叫不醒 大冬天時間來不及了 棉被一卸趕快上課了來不及了 後來我就發現說用這種方法 她沒有辦法接受 後來我就尋求聖經 就在真言裡面發現很多很多的經節 都是可以給孩子們做清醒的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很漂亮的小卡片 就開始操上面的聖經 像剛剛也是說敬拜神的是智慧的開端 雖然說是我們每個人都要 但是孩子更需要 他要認識神之後 他的智慧真的就長起來了 然後又讀到聖經說 懶惰的人啊 你再睡吧 你再睡的話 那個螞蟻啊就會把你咬 然後骨頭都會腐朽 我說主啊 這集也太棒了 就是給我女兒的 你就再睡吧 你再繼續睡吧 哇那個孩子啊 之後他真的就跳起來了 主啊我不能 等一下車子又趕不上 然後又開始delay所有的行程 我就覺得很奇妙 父母用自己自己以為的方法 可以幫助到孩子 但是事實上 當我們翻開聖經的時候 更奇妙的這個方法就出現了 像我們說 啊要剛剛弟兄說 要常常摸摸孩子的頭 但是在我們家裡 所有每天起床就是擁抱 回到家裡就是一個大擁抱 我就覺得說孩子就很溫馨 他很願意回到這個愛的家裡 那事實上就是說也有姊妹說 不曉得怎麼去改變這個家裡面 這個氣氛要怎麼改變 像剛剛那個小姊妹也分享 就是說家庭的background是不一樣的 事實上我們也都有經歷過 那現在我自己的 事實上我的點點滴滴是很多 那我就覺得我就提出幾點 比較比較最近的 像我小女兒剛剛生大一 大一她也有親身訓練 那我那時候說好媽媽陪你去看看 學校是怎麼樣 然後坐在那個教室裡面 全部都是每個孩子都不認識 那我坐在最後面 那後來學校的導師、教主任 然後有教官都坐在後面 他就覺得說我一定不是新生嘛 這麼一個臉孔絕對不是新生 他就說請問你是哪一位 學生的媽媽、家長 我說我為了孩子 我不告訴你這樣好不好 這樣他比較不會被罵客起來說 哇這麼大了 還有一個媽媽陪來新生訓練 但是我就覺得說你要幫孩子想 他覺得感觸 他願意你來 因為我是要了解他學習的一個 好環節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說你要顧慮到他會考慮說 媽媽你不要那麼繁衍著我 你不要秀出來你是我的媽媽 我說OK 這個我做得到 所以說你就變成說 你的確是要了解你孩子的個性 你要做成他的朋友 你要用什麼方法幫助他 我覺得這些都是真的是在學習中 那因為在過程中 我們的確付出很多 也有很多同學說 中威沒有人像你這樣做媽媽的 像孩子在考試的階段 早上起來我們先去圖書館 幫他排隊降位置 站到位置之後回來 爸爸在騎摩托車送他到圖書館 站好位置之後 中午我們在家裡煮一段很豐盛的 就是特別營養的那個午餐 再幫他送到圖書館去 這樣子他的同學都會覺得說 哇 你媽怎麼是這樣 我說對 我還帶維他命去 叫他旁邊的同學都不要下午打瞌睡 我就覺得說你這樣子做 孩子會感謝你 孩子的同學也會覺得說 你的媽咪太厲害了 所以說他回去 他也會影響到他的家裡面 對 像孩子其實真的是深叫 勝於演叫 那有些女孩子在國中的時期 他們都會講一個我很不喜歡的字 就是被歌歌這個字 但是他們在學校終端都會講這個字這個字 那我就覺得說 在我家你不要給我出這個聲音 我們家不允許 那時候在電視上看到那個孫韻全過世 然後他的兒女跟他的父親的醫療團隊 全部下跪 那我就覺得說 這就是一個不同的家庭養出來的孩子 他的兒女才會這樣去回饋 去感激他的醫療團隊 所有醫生照顧他的父親 那有時候我們看到陳幸瑜他的反應 但是我們也要體諒他 他是在一個不是很健全的家庭裡面出來的孩子 所以他現在的反應出來是 讓我們一般社會大眾人沒有辦法接受 可是我會覺得說 只要真的是有愛在他心裡面全長 他對他的兒女耳後的愛 應該也是有期盼的 好 謝謝 謝謝